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内阁。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内阁、张杰、四位副总理的部分内容。 张高黎、刘延东、汪、杨、马、凯。 四位副总理,资历和经历。 在李克强内阁的四位副总理中,1955年3月出生的汪洋是最年轻的一位,尚未迈进60岁的领导集体。 而其他三位都是40后,早已过了花甲之年。 张高黎1946年11月出生,刘延东1945年11月出生,马凯则是1944年6月出生。 有趣的是,四位副总理的年纪都比总理李克强大。 同是1955年出生,汪洋也要比李克强大四个月。 因此,本届国务院有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现象和特色。 总理年龄最小,四位副总理和五位国务委员的年龄都比总理大。 但在政治自立上,李克强要比四位副手更强一些。 他是四届中央委员,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张高黎是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8届政治局常委。 刘延东是17届,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汪洋也是17届,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马凯的资历相对来看更弱一些,只在18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工作经历看,四位副总理全部有基层工作经验。 张高黎曾在茂名石油公司当过起重搬运工。 刘延东在整个70年代都工作在唐山开平化工厂和北京化工实验厂的生产一线。 汪洋由于父亲早逝,为分担家庭重担,很早就进入食品厂工作。 马凯当过五年中学教员。 四位副总理,全部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其中,张高黎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 刘延东早年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职学习。 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 汪洋拥有工学硕士学位。 1979年,马凯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 三年后,成为文革后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硕士。 此外,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曾在广东工作过。 张高黎从1970年开始就在广东工作, 并且在1997年至2001年4年期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深圳高教会就是他提议创办的。 汪洋曾在广东工作五年, 十八大后卸任广东省委书记, 在广东工作期间倡导网络问证、汇集民意, 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 四位副总理分工集权力。 在第十一届国务院中, 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 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和改革、财政税务、国土资源、 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 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工作。 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卫生部等部门。 另外三位副总理, 回梁豫负责农村、农业经济、水利、林业、民政等, 分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水利部、 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 张德江负责工业经济、交通运输、 国有资产、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工业核心西化部、铁道部、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王岐山负责商务、金融、市场经济、旅游、 分管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 在本届国务院中, 总理李克强主持全面工作。 常务副总理张高黎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并将接手李克强的分工。 而排在第二位的副总理刘延东, 按排名应该是回粮域的继任者, 接手分管农领水。 但北京消息人士指出, 正是由于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都十分有限, 导致下届国务院的四位副总理和五位国务委员的分工都出现了变动。 据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国密报》独家披露, 十八大后, 在安排下届副总理分工时, 由于排在第二位的副总理刘延东对其他行业和部门均不熟悉, 而且也没有管理各大经济领域和部门的经验, 更缺少相对应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只能让其继续分管他担任国务委员时所熟悉的科学、文教、体育和卫生等部门。 但对刘延东分工的调整, 却牵一发而动全身, 令汪洋、马凯及几位国务委员的分工都出现了变动。 根据现在的排名, 张高黎担任常务副总理, 应该主管人行、财政部及税务总局负责监管金融领域, 扮演上届副总理王岐山担当的金融大总管角色, 刘延东继续主管他所熟悉科技、教育、文教、体育、卫生等部门。 汪洋主管工业及对外经贸, 马凯则主管农林渔牧。 值得注意的是, 按副总理排名, 担任第三副总理的汪洋, 应该主管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 住房建设部、商务部等。 这意味他将是未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 这也是原来王岐山在副总理任内的位子。 包括宇德、欧盟等经贸对话, 都将是汪洋的主要工作,角色吃重。 分工再变, 人未搞定。 2013年3月18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 研究加快推进机构改革, 并且确定国务院领导工作分工, 并通过了国务院工作规则修订草案。 官方新华社虽然没有报道具体分工, 但已经呼之欲出。 第二副总理刘延东于3月16日出席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干部会议, 显示他除了分管文化、教育、体育、科学, 还将分管卫生和寄生。 外界普遍认为, 第四副总理马凯出席农村工作会议, 又是中国铁路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预料将主管农业和交通运输工作。 最年轻的副总理汪洋可能负责发展改革、 商贸等领域, 常务副总理张高黎则可能轻抓金融。 而第三副总理汪洋则在习近平首次外访前, 先期抵达莫斯科, 以中俄旅游年中方组委会主席的身份, 在莫斯科检查指导中国旅游年开幕式筹备工作, 并先后先后与俄罗斯副总理、 中俄旅游年俄方组委会主席戈洛杰茨和俄罗斯副总理罗戈金举行会谈会见。 这同时也是汪洋上任新职务后的首秀, 显示其已主管旅游, 并有可能接过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担任副总理时负责的外贸、 金融等对外经贸、协商工作。 然而,就在各大媒体都已爆出国务院副总理的上述分工后, 几天之后又传出新版本, 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并非盛传的张高黎或者汪洋, 而是排名最后的马凯, 他还监管交通运输等部委, 张高黎分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委, 汪洋分管农业和对外经贸, 刘延东则主管卫生和文教。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上届国务院领导的分工, 副总理王岐山主管金融、商贸和旅游。 随后, 汪洋出席了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 然后又出席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和造林绿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显示他只是确定主管农业、旅游和商贸。 香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真正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排名最后的马凯。 66岁的马凯是宏观经济专家, 历任国家发改委主任, 国务院秘书长等要职, 对于金融工作也不陌生。 马凯近日还到郑州调研铁路工作, 显示他也分管交通运输。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指出, 按理说, 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后, 几位副总理的分工就应该公布出来, 可两周过后, 副总理的具体分工仍未公开, 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 这意味着, 几位副总理的分工和职权人未搞定, 当然也不能排除新一届政府的内部博弈。 但不管出于哪众原因, 李克强一上台, 连副手的分工都迟迟没有搞定, 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分析说, 常务副总理, 张高黎, 多干事, 少说话, 是多年来张高黎一直严格奉行的未官之道, 与各大政治派系和高官, 都有交往和关系, 让他有广泛的人脉。 尽管这些年来他的政绩不突出, 主政过的地方也多有意见, 但低调, 务实, 能干责助他快速晋升, 最终跻身中南海七巨头之列。 曾在深圳特区, 山东省和天津市主政多年的经历, 加上他所到之处, 都主抓经济发展, 重视金融和商务, 在李克强内阁中, 出任常务副总理, 虽然缺少在中央部委的工作经历和经验, 但对张高黎来说, 应该还是轻车熟路的, 至于他能否辅佐好李克强, 还需时间验证。 农村长大的苦孩子, 我本身就是个苦孩子, 是张高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表白, 这句表白也让张高黎赢得一些好感, 有网友便由此感慨道, 官员记着自己是苦孩子, 就是记着百姓的艰苦, 就是没有忘记自己是百姓中的一员。 1946年11月, 张高黎出生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福建晋江东石潘晋村, 据官媒称, 张的祖辈都是当地贫苦的农民, 现在他的亲兄长还在农村, 还是农民。 说起张高黎的家乡, 竟将东石镇攀进村, 那里离走私大亨赖昌兴的老家, 竟将稍挫村不远。 该村领海, 自明朝洪武四年, 公元1372年, 开村迄今640年, 村民已补于养殖畏业, 至今未出过一位大官, 更不用说官制一品的顶级政要, 因此, 张高黎十八大入常, 并荡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在潘晋村, 自然引起不小轰动。 张高黎的父母, 育有四子一女, 他排行最小, 在家中最受宠。 不过张高黎三岁时, 也有当地媒体称, 在他十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 一家重担全靠寡母操持, 将五兄妹拉扯长大。 张高黎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 下海捕鱼。 在潘晋村, 张家穷得很有名, 据说, 张高黎在读小学时, 每天带去学校的粮食, 就是几块番薯干。 后来考入靖江市乔生中学, 据报道, 还是光着脚。 中学毕业, 考入厦门大学后, 张高黎很少回乡, 长大后更少回乡, 潘晋村村民多未献过这位同乡大人物。 不过问起他, 村民无不竖拇指, 我们村出去的, 听说要做国家领导人了。 虽然官媒称, 张高黎的亲兄长, 至今仍住在农村, 但据潘晋村的村民介绍, 张高黎走上仕途后, 他的家人都陆续搬到靖江市区居住, 目前村中只有张高黎的堂兄弟还在耕田。 有当地村民听到张高黎这个名, 会脱口说出高黎人参。 原来潘晋村还有一人名叫张人参, 年龄与张高黎相仿, 船两人双双走上仕途, 张人参在厦门当官, 后因涉及赖昌兴的远华走私案, 现已不明去向。 尽管以多年莫老家看看, 但张高黎曾用诗歌描述过家乡, 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 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绿色田野, 银白浪花, 家乡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美丽的图画, 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 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稻谷花香, 鱼儿满仓, 乡亲是勤劳的人民, 勤劳的人民, 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 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百姓嘱托, 永生难忘, 希望是燃烧的火焰, 燃烧的火焰。 大学当班长, 爱文艺活动, 1965年, 张高黎从靖江市乔生中学, 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 学的是计划统计专业。 据张高黎的大学同学回忆, 张不仅爱写诗, 还会谱曲弹唱, 多才多艺, 更令同学倍感温暖的是, 这位上铺的兄弟非常重诗声, 同学情义, 一有机会回到福建, 他总要召集同学酗旧, 拉家长, 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 张高黎所在的经济学系, 当年共有四个班, 而统计专业仅有一个班, 共60名学生。 由于文革的关系, 他们这届学生, 直到1970年, 才分配工作。 据一位与他同班兼同寝室的同学介绍, 张高黎一入学就当班长, 后来当上系学生会主席, 还是校文一对的, 与同学关系很好。 文革期间, 学生四处游荡无所事事, 一向好学勤奋的张高黎, 提出希望同学们在宿舍里组织学习, 后来即开始组织大家, 学习毛泽东著作等。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黄良文老师, 张高黎经常带着大家去请教他。 离开学校之后, 张高黎始终与黄良文老师保持联系, 常常去看望他, 至今还非常敬重黄老师。 据这位童窗介绍, 从刹大毕业之后, 张高黎回母校参加了两次校庆活动。 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 但是张高黎多才多艺, 学习之余也会搞些文娱活动, 他组织能力强, 不仅会写诗, 还会弹唱。 这位童窗说, 1996年张高黎到福州召集同学聚会, 他现场写词, 用一首名曲编了一首不忘同学情的歌曲, 现编现唱, 十几个同学兴致昂扬, 高声歌唱, 不忘母校情, 不忘同学情, 彭佛回到年少大学时光。 他小时候很苦, 在学校的时候生活简朴, 后来荡广东省, 领导之后, 这个脾气也莫改, 到我家吃饭, 都是爱吃地瓜饭, 从不喝酒, 掉到山东工作之后, 就更忙了, 很少回福建。 这位老同学介绍说, 据了解, 当年张高黎所在的那个统计专业班, 现在副处级以上职位的有二十多人, 其中两个高级经济师和会计师, 与他同宿舍的八人中, 一个留校, 一个去了香港, 其他五人都在福建工作, 但没有一个人出事。 这位同窗说, 官方媒体评论说, 张高黎的求学和工作, 起步阶段, 可谓艰辛, 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 他曾与南开大学师生, 分享自己的艰辛经历, 并将中学时写的一首诗, 送给了大家。 人生道路曲折漫长, 不能没有理想, 一直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孤独无缘的时候, 他给我力量, 他给我希望。 由于在宏观经济方面的造诣, 1999年, 张高黎被清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并被母校厦门大学聘为管理学院院长和教授。 从石油行业踏上仕途, 1970年大学毕业时正值文革, 大学生属臭老九, 要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 张高黎分配到广东茂名化工厂, 被安排最苦的岗位, 先做起重搬运工, 每日去扛水泥, 每包50公斤, 后来又做过其他工种。 好在苦孩子出身的张高黎能吃苦, 最终获厂领导赏识, 提拔到厂部做秘书, 后来做厂共青团支部书记。 文革结束后, 知识分子受到重用, 31岁的张霍任冒名链油厂一车兼党总支书记, 后来升做公司处长, 副经理, 总经理。 在这家国有企业工作14年后, 1984年, 张高黎升任中共茂名市委副书记, 开始步入政界, 同时, 兼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经理, 一年后, 担任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此时张高黎才39岁, 成为当时广东官场的一颗政治新星。 多年后, 张高黎总结说, 他在企业待了十几年, 对个人的风格影响很大, 那就是, 要当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要像石油工人那样, 很坦荡, 很坦率。 提到石油行业, 就得说说中国政坛上的所谓石油邦, 因为张高黎曾在石油行业待了十几年, 他的仕途和后来的晋升, 自然离不开石油邦的体鞋。 石油邦第一代的于秋里, 和康世恩官至副总理, 第二代的陈景华, 盛华人等人, 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第三代就算是曾庆红了, 以后, 有中海游总裁为留承认海南省长, 忠实化总裁礼仪中接管国资委, 可惜还有一个能量颇大的陈通海搞贪腐落马, 败坏了石油邦的名声。 曾庆红隐退之后, 便是两位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在石油邦中双丰并致了。 周永康不仅是石油邦, 科班出身, 而且, 与同代高官比起来, 在石油企业和经济部门担任领导的时间长得多, 直到1999年底他57岁时, 才离开国土资源部, 去四川荡了封江大吏。 贺国强则有很强的化工背景, 1980年到1986年, 在山东化工石油工业厅, 从调度室主任升到厅长。 相比之下, 张高黎与石油邦关系要浅一些, 因为他在石油行业中干了14年, 即使当道主管, 也毕竟只是在基层企业, 接触全市人物有限, 石油邦关系网也就有限。 但是他毕竟也搭上这班车。 1984年, 是张高黎脱离石油行业的开始。 四年后的1988年, 张高黎被拔为广东省副省长, 1992年开始, 他以副省长的身份, 兼了两年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1993年, 他进入省委常委。 从一名茂名化工厂的搬运工, 到广东省委常委。 张高黎用了23年时间, 其晋升速度并不算快, 但在广东官场, 其政治前途却是最被看好的一个。 主政深圳, 获将赏识。 张高黎在政坛上的第二次起跳, 要从他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开始。 1997年到2001年, 张高黎先后就任深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7年的深圳, 虽然已是全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但相对临近的香港, 许多城市面貌仍显落后。 张高黎到任一年内, 先后完成滨海大道、 深南大道建设及老东门步行街改造等三大项目。 其中, 深南大道至今仍是深圳市区的标志性道路。 深圳在滨海大道旁, 建设一个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总投资20亿元。 据悉, 这是深圳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一大举措。 除了展览功能, 它也是深圳的一个广告工程。 投资20亿元, 邀请了国际顶级设计公司来投标, 是这个大广告的先期广告两个诉求点。 享誉海内外的深圳高新技术交易会, 高交会, 也是张高黎一手催生。 1998年, 他首先提出动议, 将每年一次的深圳立志节 改名为高新技术交易会。 深圳为高交会, 做了两年的准备。 1999年初, 深圳市政府发出一号文件, 张高黎要求, 全市支持高交会, 有钱出钱, 墨钱出力。 深圳市五套班子, 寻回中国, 世界各地, 进行游说, 招商, 深圳花了10亿元来做高交会。 18大后, 官媒在介绍张高黎时, 对他在深圳的政绩给予肯定。 主政深圳的四年, 正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 和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初四年。 张高黎着眼于缩小与香港的差距, 改造老东门, 提升深南大道, 扩建机场, 建设地铁和滨海大道等基础设施, 大力支持华为、中兴等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提出并促成享誉海内外的深圳高交会,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规划建设国际花园城市, 深港合作, 也揭开新的一页。 此外, 张高黎和历届市领导一起努力, 并经中央批准, 于2000年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 将邓小平的雕像立在莲花山顶。 他还提出让深圳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的目标, 努力保护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也被之后的历届政府所传承。 除了打造城市形象和高科技名片外, 张高黎之下的深圳又出了一招, 要成为国际知名的花园式城市。 对深圳环境的重视, 也让张高黎的执政理念有别于以往的市委书记。 2000年2月, 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考察, 并在茂名首度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后, 随即赴深圳考察。 据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 江泽民看到深圳的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感到非常高兴。 或许, 这也是张高黎被中央看中, 并于次年调任山东省的重要原因吧。 调往山东, 城市图转折点。 2001年12月6日, 刚刚过了55岁生日的张高黎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北上山东, 担任副省长、代省长, 随后正式当选省长。 调往山东, 是张高黎从政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他因此进入中央委员序列。 而在任省长期间, 山东省委书记是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吴关正, 张高黎得到了吴的欣赏。 2002年10月, 当吴关正进京, 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级委书记后, 张高黎顺理成章地升任山东省委书记。 张高黎与吴关正的性格并不一样, 为何会得到吴关正的欣赏? 有官方媒体说, 是因为他低调实干的作风。 不过,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山东, 张高黎的口碑都很一般, 尤其是新闻记者在私下莫少, 挤兑这位封疆大力。 张高黎对城市形象很重视, 对个人形象也看得很重。 深圳新闻界一些资深记者反映, 张高黎担任市委书记期间, 经常让秘书打来电话, 批评照片拍得不美观, 对面部缺点没有掩饰处理。 虽然为市委书记拍照属于政治任务, 但许多大牌设计因为经常挨批, 以致对张高黎的公开活动竟然不敢接手, 仅派一些新人出来鼎荡。 无独有偶, 山东讨时政的电视记者也透露, 张高黎对电视台有个特殊要求, 就是个人镜头不能太大, 据说因为他脸上某个地方有疙瘩。 这一来, 山东省其他领导干部也要跟随, 从省长韩玉群到各级官员, 只能把镜头拍得小之又小, 背景留得大而又大, 使负责拍摄的山东电视台记者跟着, 受了不少委屈, 被指摘电视构图不美。 但这些评价并未影响到官媒对张高黎的好评, 如新华社在张高黎荡上18大常委后, 就曾这样写道, 主政山东期间, 张高黎致力于发展外经外貌, 高新技术, 民营经济三个亮点, 积极实施东部突破烟台, 中部突破济南, 西部突破合则的三个突破和建设半岛城市群的战略,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从产业和区域发展的角度, 为山东经济谋划了战略布局。 山东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2006年, 山东省的GDP总量超过2万亿元, 位居全国第二。 显然, 这些都是张高黎主政山东时的政绩, 更是他日后得以晋升的政治资本。